大家好! 大家是多麼心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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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25日 趁你病,拿你的面,厲害,永清sir出去了,這個是青海無上司,啊不是,那個叫什麼,啊,靜海孝,和這個習路線鬥爭的團派啊,聽不懂得說,全黨史青江啊,厲害,今會啊,永清sir說什麼呢,就是上次就說過這個,說那些樓啊,你不切辣會有很嚴重的政治後果,那切了辣了,剎了下去啊,那些樓價, 這些是不是政治後果啊,不過今次呢,就不是說經濟,是說體制的問題,啊,這個中國啊,那個體制,永清sir是這樣說的,外商撤離中國,不是撿10間,來了16間的嗎,外資湧入,他不是說他撤離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社會啊,他不是說中國,不是說共產黨,是整個社會,就是這些基因來的,是吧,那缺乏合約的精神,是不是恆大那些啊, 你還講,你缺乏合約精神就真,內地中院地產,啊,你欠人家佣金啊,還講,拖欠佣金啊,人家呢,去那些拉環額各樣,你都未爭賬啊,那他說,喂,那些那些,那些樓爛美國楊那些,不關他們的事,要收到樓啊,賣得出啊,收到錢才計 合约都没写,谁不遵守合约精神是他不遵守 恶意拖勇,国家那么强大,你方赚不到吗? 当然是找了数给人先的,永清sir,太过分了 不要紧,静海喉路线想颠覆国家 郑雁红又不处理,因为做提生那些好像是私伤受受的嫌疑 Anyway,香港流价,他是这么说的,年跌三年 中远城市指数恶意下跌,中央由门港卫港措施不包括楼市 夏宝龙说清楚,跌幅超过25% 所以新入伙的楼盘都出现了,那些买家选择购定的现象 哎呀,在人家的伤口上耍盐,你真是坏 人家都已经购定之余,被人追差价各样的 你又拿回这些东西来救市重提 他说到原因呢,这些楼宇的市值就跌高啊 比买家尚欠发展商的楼价余款 都还要低的水平 这句很复杂啊,我不是很识解 付资产啊,说这么多东西 买家宁愿达定都不愿意付楼价的尾数去完成交易 不怕啊,因为聪哥那些怎么样啊,很聪明啊 追差价啊,现在句句那些 谁长期压住香港啊,经济长期差呢,都是会输 啊,所以他要你赢,要你赢,怎样呢,绑住你啊 白爪鱼那样啊,见不见到金蛇前尸手啊,这些 不准走,啊,摆低注码 原本呢,是你家的嘛,是吧 拨完地各样,用这个价锁定了利润 喂,现在跌跌那么多,当然是你赔啦,难道他赔啊? 啊,聪哥那些一个崩,啊,都会跟你计数的 所以,不走不走,还需走,啊,又或者留下在那破鱼轮转啊,啊,不清楚了 你有什么得说呢,几年前在那买楼什么人事啊,是吧 都是,哼,想复偿的嘛,现在就给你复偿咯 复偿就要追差价的啦 永清sir就跟你说数据了,例如,有人两年前呢,就买一间楼花了 楼花不是一间间买的,楼花是楼花 应该说签了一份,就是22年那时候啦,疫情啊,就是这些人是拨反弹的嘛 当时楼价一千万,买家负20厘,就上欠百球,入伙的时候给 好了,现在楼宇入伙啊,我就是一路都不用供下去找尾数而已 楼价已经跌了三成,也就是七百万的正值 那你再去给八百万,我宁愿在市场上面数啦,是不是啊? 那很不抵的嘛,那不紧要,就是你觉得不抵而已,阿醒哥就要追讨合理的赔偿价 是不是啊?出来卖不出怎么办呢? 啊,你给了楼花,你拿了个丑的啦,那就要完成了它啦 这些楼宇,在市场上面呢,七百万已经买得到,八百万就更好 所以呢,那些买家的选择特定 还有,有些人是违势所逼的,其实这些才比较多,我觉得 因为八百万是尾数,原先想着呢,就是透过银行按揭去支付的 当初啦,楼价值一千万向银行借八百万没问题 现在跌到七百万,就算银行是愿意借百成,你都借少了的 它跌多少,你又借少多少 你最多呢,只能借五百六十万,那你还要赚回二百四十 那结果你没能力的时候呢,就被银行恶意叩咚,那没办法啦,是吧? 社会舆论啊,对于这批陷入这样处境的买家呢,十分同情的 说,震敌嘛,是的?我不知道的 觉得呢,不是蓄意违约的,是经济条件比较差的 所以啦,当被人去追差价各样呢 舆论啊,一致站在达定者的一边 不过永清sir这些经常做交易的嘛 那所以呢,达定不达定都好啦,他走出来做和事佬,代理商那些 他说社会啊,觉得这个省哥各样那些不近人情 应该放些达定者一条生路,或者北生路啦 所以整件事里面呢,买家已经损失了两成首期 可能是整副身家来的嘛 啊,网开一面啦,是不是? 行行好啦,这个啊,句句那些 那这件事我们网民呢,一致都是吃花生的而已 有收听本台节目的就绝对不会中招的嘛,是吧? 不过人生很难说的,有些可能被人寒着一定要买啦 不知道是什么事啦,人生的东西啦 有传媒就问施老板意见啦,访问里面呢,企图 有道他啊,将矛头指向发展商,哦 这样样,我明白啦 诶,算吧啦,永清sir 想做生意就想做生意咯,说那么多事做什么呢? 怎么得罪这些大主顾还得了呢? 啊,肯定是帮发展商说话的嘛,踩多你几钱啊 你那些蚊子仔最多就买那一家两家人 人家省哥那些给代理他做啊,都不知做了多少回来啦,是吧? 踩你都傻,一定是站省哥那边的 但是又不想得罪另一边,两边都要 既要也要还要啊,是怎样呢? 永清sir说,啊,我都好同情这些违约人士的 有很多都是我的客户,哦,信了小阳春那些啊,原来 就变了小阳姑啊,好啦 但是,基于合约精神是商业社会运作的基础来的 啊,特意说中国社会没有合约精神 他的客户是不是全部都中国人呢? 芝麻人没有一个是蘑菇的? 啊,谁去追差价,原来是三本一夫啊 啊,一个,啊,另一个,说厉害啊 永清sir不帮他们护航啊 继续,啊,讲到,嗯,但我仍然认为 发展商是有合法的权利去追求理约的 这些保差价各样啊,传媒是不应该否定 否则香港的合约精神呢,就荡然无存 天下呢,势必大乱,营商环境大幅倒退 带来的经济损失普罗大众呢,也都难以幸免 到时才算啦,加下言微之急啊,是不是啊 什么又是那些咯,挺艰难,但是必要的 抉择那样那些,那没啦,九十后先生啊 那个阳先生,啊,两分钟不用而已 就决定买入这个洪水桥的盘了 避水啊,冲去,又着着际啊,跌落水啊,跌落水啊,跌落水,跌落水 今次不是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今次是Flooding Bridge is falling down 今次是Flooding Bridge is falling down 今次是你啊,不尊重合约精神,是你,你,你,你啊,施永青 这样对国家的经济构成損害,啊,这些就是双重标准啊 在香港啊,就叫人家,啊,你赔钱啦 一符合合约精神,自己呢,就不肯啊,一个崩都不拿出来 啊,这个又是啦,他那些口说东来心在西 本先就说小洋春大洋春,自己啊,走了一间尖沙咀的,新港中心孤首,套演四千多万酒隔不休息 施生走得快必然有古怪啊,啊,就去伦敦那边呢,开些什么学生宿舍各样,鱼都算是,哎呀 啊,不过不要这么说先,说回这一答,内地啊,啊,那怎么呢,他发觉内地舆论啊,都同情的,是因楼价下跌蒙受损失的小买家 结果呢,就鼓励了违约者经常聚众生事,要求发展商退订,或者减价作赔偿,社会视之为维权的运动 那怎么大陆这么乱的啊,我都不知道,啊,整天在说英国的不是嘛,你看看多乱的样子,平定了啦,已经,没有事发生了 那但是原来内地这么乱的,那你买了大湾区那些楼,天天有人在下面拉环,那就很危险,哎呀呀,真的,不要加入啦 哎呀,永清sir,哇,你这样是不是就是柴台先,一计我说呢,内地那些不要比他做生意正硬的啦,这个人仔,没有本心的 以后有反骨,啊,偽然来的,啊,anyway,他是这么说,另一方面啦,地方政府为了维稳,所以有时会向发展商施压 哎呀,那这些就是内地的那个做法咯,香港啊,啊,你你当学习人家优胜的一面的嘛,保障那些小存户各样的那些福利,啊,以稳定压到一切的嘛, 那你现在即是怎样啊,啊,银行又恶意call loan,地产佬呢,就恶意追差价啊,商管齐下啊,今次真是,商人的商啊,就是企隐那那个啊,那怎样搞啊,还说由智及卿,卿你毛泽东嘛,所以啦,他又说发展商很多原有预算,纷纷落空啊,保心你啦,施永清,发展商的钱又不是你的钱, 啊,你又不要帮了啊,醒哥那些才行的嘛,做人这么bias啊,不是几好的,那但是呢,他又以此要挟国家啊,他说,那你看不看到啊,最近呢,有些外商啊,撤离中国,哇,在啊,大大,今上的伤口上面,撒盐你都算毒啦,毒永清, 除了因为中国受到美国的打压之外啊,中国社会缺乏合约精神也是一个阻吓因素,哦,就是你不要怪人啊,你要想下你自己,芝麻人会有一个是蘑菇的,啊,你要想下自己是什么植物,蘑菇是真菌类,就是真正的菌啦,香港啦,南德有遵守合约的传统,哎呀,哎呀,他赞回这个英国麻麻流下来的东西啊,真是好啊,是不是啊,合约精神就是南京跳,喂,南京跳约哦,你要honor回这个合约精神, 南京跳约就说呢,戒限戒尔南啊,是英国人的,啊,这个合约精神你都要遵守,既然都遵守得了,是不是啊,怪一漏漫不行的嘛,那么,完美主义,我们一样,啊,要遵守honor回南京跳约,你几样东西啦,第一,字面上,香港戒限戒尔南的而且确是英国的,合约精神,我跟你说,第二啦,就算啊,你不说戒限戒尔南那些,分正本在哪里,啊,在台湾,那所以呢,在台湾那里的, 那个南京跳约,你都要honor的嘛,就不是你说交还各样的嘛,你没权,行不行啊,不是负权,是没权,啊, anyway,施永青就希望,社会舆论啊,好好语以保护这些这样的,哦,他有啊,他都算是社会舆论啊,就是AM730啊,但是,都是那句啦,既然他讲得合约精神啦,喂,南京跳约怎么看啊,施永青讲两句啊,就是这样讲,好,今天讲到这里,